首先我們就來看看 拼志安的韓國瑜現在在零檢 零檢這一幕 馬上也被拿來大作文章 我們先來看看 這個要黑韓 真的一定要把握機會 他每一時每一刻 一定都要拿來黑 但是現在媒體好像變打手 因為標題可以殺人 拼命的來帶風向 目的就是為了要黑韓國瑜 黑韓國瑜怎麼黑呢 大家來先看看照片 這個韓國瑜要拼志安 因為國慶廉假要到了 所以要擴大零檢 所以包括有動用六分局 一共160人的警力 那麼大家一起來拼志安 韓國瑜帶頭 不過說真的 這次跟上一次零檢夜店不太一樣 因為他感覺比較退居二線了 因為真正去開門的是警察 然後他在後面 好 但等一下 我們會來還原整個過程 但是大家一看 韓國瑜要去拼志安 去零檢這個吊蝦場的時候 怎麼變成是民眾不領情 你看這自由時報 馬上標題來了 吊蝦場民眾不領情 嗆 走開 然後再來看這個報導 上面說 下面 先看下面這個 你看也是被民眾說 怒嗆 你們走開好嗎 走開 然後就說民眾不滿韓國瑜 率警察去零檢被打擾了 說嗆 你幹什麼 聽起來韓國瑜好不受歡迎 是 好討厭 然後只有這個T台 他們說民眾有開嗆的 也有興奮的是兩樣情 結果你看幾乎清一色的綠媒 都是在那裡怒嗆就對了 但是真的在那邊 討厭他的韓國瑜 是怎麼樣 是全部的人嗎 好像不是 因為的確有人是不太歡迎他 不太希望看到韓國瑜來 但是也有民眾好興奮 在那裡要拍照 大家來看一下 韓國瑜在這邊 然後這邊這個是什麼 這邊這個是拿著手機趕快拍 然後這是其中一張照片而已 你看這個年輕人 這是年輕人 不是LKK 然後所以還是有年輕人 還看到韓國瑜還是很開心 但是另外還有 還有不只這樣子的年輕人 還有人拉著他 希望能夠跟他來唱上一曲 因為這個吊蝦場 那裡是有什麼KTV可以唱歌的 好 我們就先讓觀眾朋友 來看一下這個當時的過程 讓我們來先還原一下 吊蝦場的零檢 這邊是因為附的是無塵電舞 吊蝦場參過 然後不要聽 我會蹲蹲 不要 這樣不能蹲 我們沒有要上臉的 我們要上臉的 你會坐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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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坐牠 我會坐牠 你會坐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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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委畫面真的有真相 跟綠色媒體形容得好像不太一樣 這個民眾好像只是因為警方 先進去裡面領檢 後來他看到很多燈光 很多攝影機進來 他說我們沒有要上電視 我們只是來唱歌 他其實也沒有真的口中說 我討厭韓國瑜 我嗆你韓國瑜幹嘛來 而且下一刻我們就看到 很多民眾說 聽到韓國瑜來了 跳出來 跑出包廂說要拍照 要跟他聊天什麼的 那怎麼跟綠營媒體 形容得差那麼多 來 友志 所以我說真想問一些同業 你不覺得你現在好難上班 真的 你看到的真的是那樣嗎 你想寫出來的東西 真的標題沒有被改過嗎 你當你那麼辛苦的在釣蝦場 看到這麼多真實的畫面 你也在吃飯的時候 或者是你臉書 PO出那種真實的畫面的時候 也許你正在稱讚 韓國瑜人氣好高 可是你今天過完編輯台出來之後 就變成韓國瑜好混蛋 我想請問你們這些同業 我們這些我的後生晚輩們 你們不覺得 你的新聞尊嚴蕩然無存了嗎 我真的希望說 現在新聞還有真的尊嚴存在 因為新聞是真實 學姐 因為她 玉琪是我大學學姐 郭文革是我大學學長 我想不曉得大家還記不記得一個 很經典的這個畫面 我想看得到嗎 這個就很經典的一個 我們新聞學的畫面 大家應該曉得 這個就是真實 有一個人拿著刀子 要刺另外一個人 這是真實 然後這個是他們綠媒眼中的韓國瑜 對不對 這個才是真實 有一個人拿著刀子 正在追殺這一個人 這個人是被追殺的 可是在綠媒的眼中 這個反而變成殺另外一個的人 這個是電視 這個就是媒介現實 你韓國瑜現在已經被框在這個小框框裡頭了 韓國瑜現在你們看到的就是這個 各位觀眾 各位網友 你們看到的就是這個 你們真的要相信嗎 你們有辦法把整個全部把它放大 你會看到真實的面貌 現在就是韓國瑜 這就是韓國瑜所謂的黑韓產業鏈 就是剛剛那張圖片 剛剛中天好不容易把整段 原封不動 盡量大快的給大家看 對 那個嗆的不寬贏的 不想看到市長的 我們也有播 什麼叫斷章取義 就是這個 他只播前面那一段 說不要 我們唱歌 然後OS就不想上電視 OS就開始加了 民眾難道沒有唱歌的權利嗎 韓國瑜還打擾了民眾的性質 因為高雄市長 應該要這樣影響民眾的娛樂權嗎 是不是會不會這樣講 會 記者 你可不可以有別的想法 韓國瑜打斷了民眾的性質之後 趕忙離開 可是進入一個包廂 似乎受到大家極大的歡迎 可不可以這樣寫 可以 這就是媒體人所謂合適 什麼才是真實 這整段就是真實 如果現在的老百姓 你們現在願意看傳統媒體的墮落 你看到的就是如此 因為他要給你看的就是那一段 就是我剛剛給大家看的 電視裡頭那個小框框 韓國瑜現在都陷在 這個小框框裡頭 他現在小框框裡頭沒關係 我真的要拜託大家 把自己的心放大 看更多的東西 現在網路這麼發達 再去重新看看當時的場景 韓國瑜真的被罵慘了嗎 我真的覺得 媒體真的不要走入到這種地步 你每天只想要黑 所有編輯台 你們的編輯新聞 只想要把韓國瑜弄臭弄髒 你卻不管在外面辛苦的 整個攝影機 扛著在拍的記者們 你知道攝影大哥 是扛了兩個小時 結果你只用那不到一分鐘 走開 我們要唱歌 其他59分鐘呢 他們的辛苦 你要把它放在哪裡 以前不是攝影大哥 最容易這樣跟我們看不見 玉琴 為什麼我拍了其他你都不用 我們上面有交代 這樣不好 現在不都變成這個樣子 但是我覺得 可能我也想給韓團隊 一個良心的建議 像因為我是跑社會記者出身的 這樣子的場景 有好多你可以去注意的 比如說我以前曾經 拍過很多的林檢 分局長陪某一個市長 某個市長很愛林檢 但是他的團隊經到什麼地步 分局長會先跟業者講 然後業者的一些服務生 會每個包廂類似去探查 然後他會記下來 203 渴 504 No 喝醉 然後什麼什麼 然後拿給分局長看 因為我們都在旁邊看 分局長就說 203我們等一下去 312 那個504不要去 因為喝醉了 等一下拍起來應該會不好看 所以我們去拍的時候 大部分都是配合林檢 然後我們很乖 然後我們不會沒有吸食毒品 我覺得那個帶出來的感覺 就是因為他要宣導說 大家不要吸毒 大家不要酒駕開 說達到目的就好了 可是如果有一個包廂打開 分局長你走開 陳隨便 那個什麼柯文哲 或者什麼你走開 可是那個感覺就失焦了 所以團隊適合在這整個過程裡面 應該要更更正確的 再加上第二點 現在剛剛講的 這個小框框黑暗產業鏈 這麼豐富 support你知道會有這樣的狀況 一定會有媒體穿小鞋 一定會有媒體斷章取義 想辦法來放大做文章 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 而盜賊不足以死矣 就是韓國瑜現在的狀況 不足以讓自己涉嫌 在這種地方 去讓正反兩面併程 盡量不要有反的東西出來 所以這樣的場景 你根本就是讓主帥 陷於危險的地步 大可不必 我覺得剩下90天了 95至尊 剛才玉琴先生講得好 這個moment那麼重要 你應該給很多的光明面 很多的正確訊息面 能讓韓國瑜陷入這個場地 走開這種話 這種場所 我覺得盡量不要讓主帥去出現 會不會比較好 我良心的建議 是 不是 你看在剛才那個畫面 其實我們就是兩面併程 有的人不歡迎 但也有人看得很開心 很開心的還是個年輕人 年輕人還不是只有 剛剛畫面當中 你看到戴眼鏡的男性年輕人 其實旁邊還有沒被拍到 但是有照片的 女性的年輕人很開心 看到韓國瑜來場 要跟他合照 顯然也不是說 年輕人都討厭他 不是還在講嗎 什麼最近年輕人的支持 獨一錄得下滑 都是個位數不到5%等等 可是如果從這樣子一個畫面 這樣的一個場景 那你覺得呢 所以其實都要看 自己怎麼去解讀 剛才其實我們也看到 袁芷林檢的這個畫面 其實韓國瑜 他的目的是為了什麼 目的是為了要拚治安 因為國慶廉價要到了 但是你看到在今天 馬上就拿來見縫插針 而且我注意到 有綠媒他們還幹嘛 還跟之前他去林檢夜店 拿來做比較 去林檢夜店的時候 好像很受歡迎 大家看到他就猛要拍照 現在不一樣了 你看 對 被嗆了 差那麼多 我剛剛看網友的回應 網友說 原來看中天 才知道真相是這樣 代表說他們如果 沒有看中天的話 他們還真的以為 韓國瑜到林檢的場合 被人家不歡迎 結果實際上並沒有 完全都沒有 這就是有些特定媒體 想要形塑的一種沉默螺旋 或者是說想要帶一個風向 代表說 韓國瑜現在人氣 是不是直線下滑 就像剛剛玉琴講的 年初的時候 這麼的受歡迎 你看現在已經沒有要理他了 所以這段時間 做什麼事情讓他人氣下滑 會不會持續下滑 會不會對他選舉造成影響 這就是最近大家 一直在操作的事情 每一次我在很多其他的場合 節目上都遇到民進黨的 最喜歡這樣講 你看民調要下來了 民調要下來了 我就跟他們講說 我跟你講 最準的民調是哪一次 投票的那一天 現在你告訴我民調下滑 你們的建議 如果是善意的 我會接受 像剛剛有志哥講的 所以在操作上面 可以更精準一點 我們接受 我們改進 重點是說我們怎麼樣 去換回大家把票投給我們 民調上來在決定的那一天 勝選才是重點 所以這樣的操作 我真的不知道意義在哪裡 這樣的操作 不禁就讓人想到 之前模範生跟韓國瑜合照的事情 3000多個模範生跟韓國瑜合照 絕大多數都非常的和善 我看到很多畫面 我很感動 韓國瑜跟那些小朋友抱抱 然後摸他的頭 有沒有 小朋友也非常的開心 我有看過 不是那個模範生的場合 在另外一個場合 韓國瑜遇到一個小朋友 那個小朋友是一個 比較家裡面有問題的小朋友 韓國瑜本來要跟他說說話 那個小朋友就立刻 就是依偎到韓國瑜的懷裡 韓國瑜也把 就是不講話了 就緊緊的抱著他 其實你可以看到 小朋友跟韓國瑜的互動 是充滿了溫暖 而且大家是很喜歡韓國瑜的 可是為什麼在那3000個 模範生的合照場合 會給大家印象 好像模範生都喜歡嗆韓國瑜 其實沒有 但是大家那少數幾個 被刻意的放大 我們也知道那少數幾個 有一些是有特定的目的 譬如說他們有穿著 趙天玲的T恤 然後他有引起 是趙天玲嗎 趙天玲 某位立委候選的T恤 甚至於還有引起一個學習 因為年輕人喜歡學習模仿 所以就形作一個風氣 年輕人都不喜歡韓國瑜 其實不是這樣 其實是媒體還有一個框架的效果 他特地去放大某一個部分 就讓人家以為 這個部分才是全部 這就是一種以偏概全 現在是這樣子的 抹揮韓國瑜 過去也有抹揮過韓粉 其實我接觸到的 絕大多數韓粉 或者韓國瑜的支持者 都是很理性的 其實真的是這樣 在現在的這個時間點 韓國瑜的支持者 是最希望韓國瑜當選人 所以他們也很知道說 做什麼事情可以幫助韓國瑜 做什麼事情會傷害韓國瑜 如果他們刻意去 攻擊黨內的某些人士 一定會很容易被人家 放大惡意解讀 所以韓粉們還會做這個事嗎 我認為不會 可是大家就是會去挑一個 兩個 那種很極端的說 你看 這就是韓國瑜支持的水準 然後去攻擊韓國瑜 憑良心講 每一種政治立場都有極端者 我也常被攻擊過 我不知道邵廷議員有被攻擊過 黃靖民應該常被攻擊過 為什麼 因為我們是從政 從政的人一定會被 少數民眾認為言行 不符合他們的期待 過激的話就會來留言 就會來罵 罵得很難聽的都有 但我們不會去刻意給他扣帽子 這一定是裸有志粉 因為我跟裸有志吵架 那個是陳輝文本 我們不會做這樣 等一下我的粉真的跑過去 我們不會做這個事情 可是惡意操作的人就會 所以我真的呼籲大家 我覺得韓國瑜 你剛剛看中天 回過頭來講 剛剛中天的 你一看就知道畫面 大家是很喜歡他的 對不對 一進來 其實在林檢最討厭被人家打擾 我被人家打擾 結果我一看韓國瑜 然後大家很 其實那個自然的反應 才是真正表現出來的 但那種畫面你在綠媒 你是看不到的 你在綠媒的報導 是不會出現的 沒有錯 刻意操作那個 我覺得跟真實的狀況 真的差太多 也沒有意義 突然prints 之間的 偉業 兩方面 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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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